各位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李翔老師 那很多人都在詢問我一個問題 就是老師 我們在學到機率的時候 那個骰子 那個丟兩顆骰子 丟三顆骰子 它的情形數好像真的蠻難算的 我們要一個一個來算 那真的是蠻麻煩的 來這邊我提供給各位 來 來我們來講一下骰子表 來我們講一下兩粒的骰子表 我們講一下兩粒的骰子表 OK 好來這個叫做點數和 這個叫情形數 我簡稱和跟數 點數和跟情形數 兩顆骰子最少是幾點 最少是兩點 然後再來呢 再來是三點 然後再來是四 再來是五 再來是六 然後再來是七 再來是八 再來是九 再來是十 十一 十二 好 來那兩顆骰子點數和是 兩點會有幾種情形 就是一種嘛 就是一一嘛 對不對 來那兩顆骰子是三點機用情形 一二跟二一 兩種 再來三種 四種 五種 六種 五種 四種 三種 兩種 一種 把它背起來 OK 來這個怎麼做呢 你就是以七點這邊為準 然後呢 左右兩邊會有一個對稱的情形 然後左右兩邊會有一個對稱情形 你把它看懂就好了 來這是兩粒骰子的骰子表 來那老師 如果是三粒勒 如果是三粒勒 如果今天是三粒的話 那可能就會麻煩一點 所以表格要畫稍微大一點 一樣這個叫做點數和 這個叫做情形數 三粒骰子最少幾點 最少是三點 再來四點 然後五點 六點 七 八 九 十 來十一點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最多十八點 OK 好這邊是沒有問題的 好來問你 三顆骰子最少是三點 三點有幾種情形 就一一一嘛 一一一嘛 那就是一種 來那四連呢 一一二 一二一 二一一 我先講齁 我們這邊講的骰子都是相異數 相異數 因為我們在機率的世界裡面 全部東西都是相異 所以你不要問我說 老師如果骰子相同或相異怎麼辦 因為骰子的問題 它只會在機率考 在機率的世界裡面 所有東西全部是相異物 OK 那你就可以看我的機率的線上課程 雖然它東西不多 但是它其實講得非常非常清楚 那你一下的機率學得好 你二下 我們在講到條件機率 背式定理的時候 你才會可以打好你的基礎喔 OK 來 不多說 來所以這邊是三種 OK 再來是六 再來是十種 再來是十五 來這裡是二一 來這裡是二五 再來是二七 這是二七 再來是二五 這是二一 這裡是十五 這裡是十 十六 三一 OK 好 來這個東西 麻煩你 以十跟十一這裡為分界 然後左右兩邊 同時會有一個對稱的動作 同時會有一個對稱動作 那有一通你說老師 你說兩粒骰子我會背 三粒骰子怎麼背 三粒骰子是這樣子 來看好了 我先教你背法 來 一加二是三 三加三是六 六加四是十 十加五是十五 十五加六是二十一 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接插數列 這個叫做接插數列 對不對 插乘跌漆狀叫接插數列 老師二五二七呢 放心 這個叫死背 這個要背 這個要背 不要這個要死背 OK 好然後 後面開始成對稱 所以考試的時候 通常來講的話 我會蠻建議 就是如果你考到機率的部分 你只要講到骰子表 只要講到骰子的問題 麻煩你 要是我的話 你看兩粒和三粒 你就先把那個骰子表 先寫出來 然後再對答案 你的對答案 點數核是九點 那就是二十五種 點數核是十一點 那就是二十七種 OK 好那就是這樣子 情形把它寫上去 你就不會在那邊用手 算到最後 你會覺得自己好像 多一個少一個 就很擔心 好 那不然算錯的話 這都很歐的OK 那最好有一個表 然後告訴你說 答案都是多少 你就把它想去就好了 那考題的時候 這樣拿分子非常簡單的 來這是第一件事情 我們的骰子表 已經告訴你 它是長質量形式囉 再來第二件事情 為什麼骰子會有前 這個好像有個前後對稱動作 其實這個跟骰子的特性有關係 你手邊如果有骰子 你手邊如果有骰子的話 那我們現在一般 因為骰子的歷史 其實非常非常久 我知道你想講什麼 老師 我們現在課程要講頭子 對 因為我們的這個字 這個字 這個字在教育部裡面 要叫頭子 OK 好我知道 我會改 所以我們再講到骰子的問題 來 來看好了 我不會改啦 那骰子的歷史 其實非常非常的久 你可以去上網去Google一下 骰子的流來非常非常的久遠 那我們一般我們現在在用的骰子 是這樣子的 來看好了 來假設這裡是一顆骰子 假設這裡是一顆骰子 OK 它有朝上面 就是你看到的那一面 它有朝下面 就是貼在桌上那一面 你隨便拿一顆骰子 你會蠻清楚的 來 如果這個骰子 如果上面是一點 下面就是六點 上面是兩點 下面就是五點 上面是三點 下面就是四點 它剛好是一個對稱 所以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一顆骰子的上加下 會等於多少 七 一顆骰子的上加下 會等於七 如果今天是兩粒骰子呢 兩粒骰子的上加下會是 十四 那三粒骰子呢 三粒骰子的上加下會是二十一 所以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它是一個相加為十四的狀況 所以如果朝上面你看到的是六點 朝下面黏在桌上的一定是八點 因為六加八是十四嘛 它意思是這樣子嘛 對不對 朝上的如果三粒骰子 朝上的是九點 因為相加是二十一 朝下的一定是幾點 一定是十二點 好就是你看朝上面的你看到的 跟黏在桌上你看不到的 加起來三顆一定是二十一 兩顆一定是十四 那這樣就可以了 好不好 好那有些同學說說 老師老師老師 那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為什麼 點數和十八是二十一點 點數和十八為什麼是二 點數和十八為什麼是二十一種 來這個東西我們要利用到 我們好久好久以前的課程 叫做重複組合 好你在座各位 如果你不會重複組合沒有關係 如果我新課剛剛就用手算嘛 但是我們今天有這個表會比較好背 那如果你有學過重複組的話 就非常非常清楚 三顆骰子相加是八點 三顆骰子相加是八點 比如說第一顆骰子我們叫X 第二顆骰子我們叫做Y 第三顆骰子我們叫Z 反正你要寫成相加方程式的非負整數解 加起來是多少 加起來是八點 OK 你寫完的時候就覺得爆掉了 啊假啊老師 欸不對啊 那什麼叫做非負整數解 我想要使用H 我要怎麼用非負整數解呢 前提是它可以放0 但是它不能放0 因為你每一顆骰子最少是一點 那怎麼辦 我就先給你一點 再給你一點 再給你一點 所以扣多少 是不是減3 對不對 這樣的情況下 剩下來的五點 我們就可以做非負的動作 什麼意思 那你剩下五點 直接丟到這裡 是不是六點 611 這個合理 所以麻煩你直接做一個H 我們把答案寫出來 這個叫做三個變數 相加會等於5 H不能算 用C來算 上下相加再減1 5加3是8 5加3是8 8減1多少 是7 OK 還記得H嗎 我們之前教過嘛 對不對 H的動作叫做上下相加 然後再減1 H不能算用C來算 叫做C7取5 C7取5 C7取5 C7取5就會等於C7取2 來從7開始乘 連乘兩項 上面乘兩項 下面除2接 多少 7、6、42 42除2會等於21 所以答案就是21種 答案就是21種 所以你發現 真的是21種 所以它的情形是可以照這樣的方式算出來的 然後有些同學就開始問 嘿老師 你擠的點數比較簡單 如果你擠的點數比較困難 怎麼辦 來 什麼叫做擠的點數比較困難呢 來我示範一次給你看 來我找一個稍微難一點點的 好不好 最難的最難的最難的 我跟你講 這邊以後都不用算 因為這邊以後直接用對稱反回來 所以我找一個最難的這個 好不好 10 別人說我們都講簡單的 來看好了 我們舉個例子 來這個叫做三個相加 來10點 我現在講10點 來 再加Z 會等於10點 OK 來 那所以每一顆骰子 它最少要1點 所以1點 1點 1點 所以-7 不是-7 是-3 對不起 -3 那所以換句話說-3的時候 那順下來的動作我們都會啦 所以換句話說 來H給他 H給他 H 這個叫做三個變數 相加會等於7 來 這個時候它是不是答案 不是 為什麼 10-3 這個答案雖然等於7 但是這個7是否是非負整數解 No 為什麼 因為700就不對了 你這樣帶下去有8點耶 所以你要扣掉什麼 你要扣掉 你要扣掉 你要扣掉來700的部分 你要扣掉來700的部分 還要扣掉誰 還要扣掉610 610的部分也要扣掉 這個610也不對 因為610的話 你不要想說 哈老師這個6點可以 又加1變7點 那我問你喔 520可不可以 520當然可以 因為加起來是6點 所以這邊就合理了 所以這邊我們就不考慮 我們就扣掉這兩種情形就好 來告訴我700怎麼看 700 070 007 這個叫3接除以多少 2接 那610呢 610就是3接 OK 好我們把答案算出來 來所以來 H不能算用C來算 上下相加 再減1 7加30 10減1是9 C9取7 會減掉 來這裡是3 來這裡減掉6 來C9取7 會等C9取2 對不對 會等C9取2 來從9開始乘 連乘兩項 上面乘兩項 下面除2接 好答案是36種 來這個是36 再扣掉9 多少 是不是27種 沒錯最難的27種 它就是扣掉那些不合格的情形 你就可以了 所以以上就是我們骰子表的部分 那希望各位同學 當然你不是108課綱同學 你看到這東西 你會覺得很熟悉 重複組合我會嘛 那如果你是108課綱同學 老師我們學校沒要重複組合 所以這個骰子表 我好像不太會 那就背起來 總比你那手算好吧 懂嗎 我們不是國中生 我們是高中生 我們要準備考大學 所以這個東西 我建議各位同學 記起來會比較好 你總比你在那邊一直用手算 然後算得自己好像怪怪的 OK 好不好 來所以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今天課程到這邊結束喔 來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讚留言訂閱分享 想買我的新售課程 想加入我的頻道會員 下方資訊欄都有連結喔 我是李翔 有問題我們來討論吧 拜拜